最近KK超市的真主风波是闹到满城风雨 虽然KK集团已经为这件事情公开道歉 但依然难以平息一些马来民众的怒火 在网上就有一段视频现在在疯传了 这视频说什么呢 画面显示有一群抗议民众在一家商店外头 就举行抵制行动 就瞬间成为网民的笑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将99超市当成了KK超市 他们混淆了 根据视频上的画面 抗议者举着写有杯葛KK连锁店字眼的大字报 却聚集在一间已经打烊的99超市门外抗议 这位拍视频的男子目睹了整个过程 他当时还对着抗议的民众高喊 大哥你们搞错店了 那针对这一段搞错对象的乌龙杯葛事件 有网民就对这一般集会者的无知感到无奈和羞耻 认为如果商店都可以搞错的话 那一开始喊着要杯葛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99真的是躺着也中枪 那另一方面呢 带头号召穆斯林群体杯葛KK超市的乌亲团长阿克玛呢 当他获得乌统领导层表态支持之后 他继续追击KK超市了 阿克玛就说自己这么做呢 不是为了要成什么马来英雄 他只不过是站在捍卫伊斯兰教的立场 传达穆斯林不满的情绪 阿克玛还强调说他会继续推动杯葛行动 同时呼吁KK超市可以另寻出路 赚投其他生意 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阿克玛的言论 大级市场买定的董事经理阿米尔就认为 KK超市的袜子风波都已经延烧了超过一个星期 是时候停止对KK超市的穷追猛打了 此外他也不满那些吹哨者不负责任的做法 认为这些人应该在发现问题之后 直接和KK超市的管理层交涉 要求他们马上下架不当的产品 而不是选择在网络上揭发整件事情 阿米尔承认这个问题确实是严重的 但没有必要在敏感课题上火上加油 那同样不满阿克玛做法的还有前母统妇女组主席拉斐达 他就炮轰阿克玛在这起风波当中展现出来的行为呢 并不符合伊斯兰的教义 他认为由阿克玛带领的抵制KK超市行动呢 是制造分裂的一种行为 拉斐达说呢 我国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紧迫的问题 等待我们去解决管理 所以不应该被这个袜子等等 无根据的问题分散注意力 另外对于过去几天 陆续有人因为在网上留言调侃袜子事件 而背叛坐牢和罚款 捍卫自由律师团的主任赞义玛列就表示遗憾 他抨击政府和警方 在这起事件上持有双重标准 赞义玛列透过文告说 两名男子只是初犯 却要面临半年的刑期 那这六个月的监禁刑罚 对于初犯者来说实在是太重了 他还提到说 为什么普通人在网上评论这件事的时候 就可以迅速的遭到对付 但是动用私刑 还有煽风点火的人 却能够逍遥法外呢 赞义玛列更提醒 政府有责任去捍卫我国多元文化 以及多元宗教的社会结构